美國總統喬·拜登和第一婦人吉爾·拜登 於10月5日前往佛羅里達州調查伊恩颶風造成的損失 拜登將聽取聯邦、地方和州官員 關於當前應對和恢復工作的業務簡報 並會見受颶風伊恩影響的小企業主和當地居民 伊恩颶風摧毀了墨西哥灣沿岸數以萬計的房屋和企業 死亡人數超過100人 公用事業公司已未受風暴影響的大多數客戶恢復服務 伊恩切斷了佛羅里達州超過400萬客戶 以及北卡羅來納州和南卡羅來納州超過110萬客戶的電力供應